大家好 今天已经是六月中了 十五日了 六月中快结束了 今天两个话题 一个香港一个国际 国际其实是大话题 很少说 但值得说 也要知道 交流一下 人无远虑哪有近优 远虑呢 远虑就是中国的前途 中国的前途好看他打不打台湾 打不打台湾就看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搞成什么 这个战略上轻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我很信老共是走这一套的 所以把口怎么说 打他什么什么什么 全部都是战略 到说真的打 就看实质 很现实地看 俄乌战给你看到很多东西的 其实在战 军事的角度看到很多东西 完全看到俄罗斯的武器 的碰与不碰 碰就够粗了 大量生产一样以量取胜 但是别人以质取胜 你几倍别人的数量的军备打成军势已经是证明一切 还是因为他在陆地 一炮几十里 一炮就几十里了 那你没得什么 你没得挡的 潮水那样干净红楼涌过来的时候 尚且不能够 隔了个海就没戒 所以就胆了 隔了海就一定要打高科技 而且进入无人战争 无人战争是容易了的 因为死亡人少 政客就放胆了 是不是 除非扔核弹 大家都不敢 所以你攻台湾更加 没人想过他要扔核弹 他也没想过要扔核弹 那怎么攻呢 在军事上就是 是不是 你别看国民党的军事那些契机 也不要听这些 香港没什么 没什么亲中那些 看亲中那些军事视频 那些多鸠鱼 好了 先讲香港 先讲香港 北极企我出声 今早我们看到 北极企我说什么春呢 他就不点名 北极企张国军 就说香港法治不是建于海外法官 那北极企岑信是犯大忌 什么大忌呢 就是批评 那别人已经不干了 有什么大忌不大忌 你不说廉轮犯大忌 你不说那些梁爱思那些 前法官 是不是 就是犯大忌 是不是 没什么大忌不大忌呢 他不干就没大忌了 他就是以这个 那都要考虑清楚 为什么这个岑要信呢 就是他之前曾经是 他干的时候是撑的 是不是 他不干了 就 唯一可以得到他前后的结果是他 他几股决定脑袋 他是几直言的人 就是当他反正不干的时候 就可以直言 那为什么你不信他 他在说真话呢 就是因为他在说真话 之前呢 他都可能在说真话 但是起码他是直言 是不是真话 就是他心里面他就说出来了 这个就是他直言 就不是等同他的政治立场 他的政治立场呢 当他干的时候呢 他就说法治未死 我们还发挥重要作用 当他不干的时候呢 法治呢 就岌岌可危了 公不公道啊 我这么说 实不实际啊 我这么说 那为什么我要这样的角度去分析 看这个问题呢 那你才知道 整件事现在发生什么事 还有那个发展会怎么样 是不是 这个才有价值的分析嘛 就是不是说立场出发 那立场出发呢 立场出发就是 我是揽钞派嘛 经常叫他制裁制裁 那我都很希望制裁一两件 是不是 大规模制裁就 真是毁了你的司法制度 是不是 那我都不是黑心到这样 但是制裁几件烧烧气呢 帮我们呢 那其实是很合理的 刚才 都不做嘛 等了几年了 说得很臭 还没见他制裁嘛 非常之失意的时候 失望的时刻 二十三条过了 但是终于看到那些法官开始出现 这几天啊 出现弃炮潮 一个接一个 就是加拿大那个那个是最新的 早前有几个信 现在就剩下七个了 这个现象呢 其实是很严峻的 因为说着另一件事 说着不是你的法治制度严不严重 你做了啦 做了几年了 终于到了一个转裂点 你真的要判47人案呢 我一直都说是大事 到这个支联会我判又是大事 到这个一级一级了 这样 这一件事呢 你的经济呢 中国的经济 和香港的经济都不见得好啊 是吧 还能维持到表面的 有饭开啦 但是不见得好啊 不见得好环境 更加了 影响深远就是这些时刻了 究竟如果很富裕的 全世界都涌来香港找吃的 那就没有人理你那些什么人权啊 那些是什么现实啊 但是现在不是啊 你现实不错 个个突然间就 喂 你这样啊 你这样啊 你改善人权先啊 不是我不来做生意啊 不来做生意呢 可能是因为经济看不好 或者是中美贸易战的结果 多数是啊 和你的人权法治可能真的没什么关系的 是吧 但是现在人家人人都这么说 你做好一点啊 就变成了一个借口 是吧 你包括了 挪旗啊 他也是的 人权法治不妥 我怎么来呢 你要抹落啦 你生怒生怒啊 你说借口而已 那现在呢 中共呢 北京最新的反应是怎样呢 就结合了这个中原版 港广版 红系一气了 现在就统一了声音 终于统一了声音 就丙咎这个 等了几天的 其实 现在说是等了几天的了 是 国务院 港澳办 狠揮法官 岑尔信是司法界耻辱 中联办呢 也都出声了 做样子我都要读一读他那些 但是 中联办说呢 岑尔信抵抗香港司法 误蔑香港法官 信口痴黄 坦白说 中联办里面呢 懂法律的人应该是没有的 或者港澳办里面 是有的 但是他们不会负责草意这些东西的 所以完全看不到他讲法律 那个法治 那个人权法治那些 做样子都不讲的 是吧 但是呢 这些战狼式 又造谣又剩下严重失误 失忆可以 失信 哎 说人家男杜女枪吧 凡天 怎样失信 失德 造谣先 怎样信 这些战狼之王你逐个点拼 你又拼不了 这些又不能够逐个点拼论 是不是 这些就正式是街市佬吵架 是吧 你知道泛民也很流行的 继续 这样就掩盖背后 你和他有私怨 不跟你讨论是非得失的问题 是吧 中联盘的话 违背道德 任意地位人大常委制定的正确性 诸如此类 又没有留意我怎么审理 怎么知道人没有 不知道识别人的过程 别人是看得很清楚的 他说的不多 但是我知道他都清楚了 是吧 这样就亦测 亦测 是吧 反而那个澳洲那个 撑的那个就没看清楚了 那个 那个叫什么鬼 难道人才说 澳洲《金融时报》问他的时候 发觉他没有看清楚那个杨潔案的详情 但是他早了 是吧 那现在人家不联会了 陈悦信不联会都是想清楚才不联会 所以想过程呢 整件事情其实清楚 是吧 也不会太长期了 三言两语 那就好了 你是骂人就这样 我回到这里讲 郭君究竟他的態度是怎樣呢? 他是什麼色衛的呢?大家都不太覺得 他是所謂者,我們通常都看不起所謂者 法律界,覺得不精英 傳統就是這樣,因為喜歡做契、做遺囑 那些文件工作,那些濕碎的東西 我們都宏觀的,在法庭上,大律師、精英 做研究的,他的分工是這樣 這個也是其次,找了北極企鵝 大家都知道他欠缺常識,這個就是他笑話 民建聯的,這個都不是主要 這件事我一直都說,阿超 阿超,小強,小強的鼻胎不知道 阿超的鼻胎就是張國基,博友王 你知道,都是開槍的,但是是鼻胎來的 怕你有什麼事,信不過,立刻扭東西換你 現在這些幾個重要的位置,竟然都在弄個褲子 所以這個,這個臨定國,真是提提你 這個我從來都不好心,不提點他的 不過提一提你,今天,多好心 你看,你應該看過,大家有沒有留意《基本法》 裡面的,他自己應該心中有數 為什麼今屆政府多把張國軍做副律政司司長 你知道有些位,其實他本身是獨特 甚至是獨有的,獨裁的要 手上就有手上,有沒有副手上呢? 來不久也有整個副手上 但副手上沒有特別的獻證地位 你說,死了,有什麼呢? 英國人不用的,但是都試過弄副手上 就是閒職來,扯了廢人去做那個位置 在歷史上,這個你要明白 因為沒有獻證上,台灣的副總統也是沒有的 美國的副總統也是沒有的 因為他的獻證上沒有給他權力 所以他沒有地位 但不是什麼,也都在獻證上說要有的 所以他就有的 但是香港的獻證制度裡面是沒有副律政司的 其他局你整副都不要緊 因為不只是法定有政局長 其實是三個司的,其他局是彈性彈出彈入的 三司都有特別的獻證地位 好了,講清楚了,律政司有什麼獻證地位 律政司是非常獨立的 因為他直接受命於《基本法》 他的權力可以跟特首平起平坐 更加不需要你政務司思想 他是完全獨立行使他的決定法律檢不檢控的權力 這個是寫在《基本法》裡面給他的權力 就是你不要委任他,你委任他,誰委任都會,當然是特首委任他 請他幫忙 但是給他一個委任之後 就跟美國的檢察官一樣 美國的檢察官可以檢控這個總統 叫做蘇蘭斯基,檢控尼克遜 即是可以的,你可以委任他 但是他行使權力就獨立了 那麼《基本法》裡面呢 律政司是獨立行使檢控的權力 所以所有將來要追究,要制裁就是林定國而已 因為他的權力是他個人的權力 律政司不是副律政司的權力 唯一只有一個情況,副律政司有這個權力 有這個權力有這個責力 就是一腳踢開一個律政司,由他做了律政司的位置 所以副律政司其實《基本法》沒有說到有這個位置 他也沒有任何權力 你這樣說,譬如決定的人告不告 他可不可以出來說 律政司可以的,我決定不告,就是律政司的權力 副律政司是沒有權的,是吧 我決定不告的,沒有,一定要律政司自己決定 任何政治不政治的檢控決定 所以不告一個人,去到尾一定要律政司自己決定 有沒有分給他呢?當然不會 當然不會,最終還是要他簽名 為什麼當日是弄多個副律政司張學軍? 就是相信你的契弟不過 這個一定相信,一定是民建聯,還是律師仔 給了個這個位置 林定國呢?林定國呢?有沒有發聲呢?好像不太過 但是他,這個陳耀信講話最毀滅性的一篇文章在《金正時報》呢? 現在就由張國軍出來,他竟然都只不過是不點名地說 犯了大忌,什麼大忌呢?就是說,剛才說過了 基本上你做官,官是不會隨便comment 其他官的判決,是吧? 因為這個行業的不成文規徑來的 因為這樣搞法就亂了 這個權威,整體的權威都沒有 那,只是一個科層來的嘛 一個司法制度,四級法院 就是上下有別,其實是一個很保守的 那他的保守就是要為他的權威 這個權威是來自他保守的嘛 所以大家有規有舉 有正式的規矩,有不講明的規矩 這些就是不講明的規矩了 包括大律師都是的,不要亂批評人家 所以大律師是見到不公義不出聲 他說不方便說,就算了 又不要影響司法讀了 好了,不要講這些了 但問題是現在你又說,說什麼呢? 就是說,岑妙遜就不管了 他是豁出去了,很明顯 剛才分析過,這個是他個人性格 其餘那兩個都沒有說話了 從禮貌上,幾立信啊,麥加林啊 甚至是郭蓮詩啊,是 那還說香港司法充滿信心的嘛 就是還有獨立的 但是呢,就是... 就是岑妙遜就說不是了,這樣 急急我危了 就跟羅奇一個經濟一個法律呢 就很坦白地說了話了 就像是最近那些陰謀家 港澳版,中聯版的陰謀家 將他串在一起就說 英美勢力控制,尤其是美國 準備攻擊了 你用這樣的陰謀角度有沒有道理呢? 我不能夠說你完全沒有 你也跟著他,我當你有這麼說 你要想就這麼想,我當你有 你說的嘛,OK 那我問你,你到底有沒有推理多一步? 那你原來沒有的 那些胡蕃媽罵我,兩個人罵我 然後美國政府,好,一個陰謀就是他們串謀的 美國國務院教他們這麼說,他們就出來演戲 就是這樣了,這個很簡單的陰謀 一個這樣的陰謀,我們就不用管了 但是如果你的想法是真的 那代表跟著什麼呢? 暴露,暴露,阿超 你也是這麼說 這兩個混蛋,一個法官,一個經濟學家 摩根士丹,你這個邏輯,和這個岑耀遜 兩條混蛋在一起在踩我而已 是這樣的而已,有人教他們的 美國佬教他們的,是這樣的而已 完了嗎?你的分析 解決了沒有?你的問題 為什麼教他呢? 除了抹黑你,就是抹黑你這麼簡單 我都說了 現在,我看這件事,我覺得是真的有制裁發生的前徵事 是不是?就是 就是,就來地震,你知道那些蛇蟲鼠一定是走了的嘛 那些窩窩狗會叫的,他們感覺到有事了 那這些法官 或者他們還有一些個人的性格,就會發揮出來 你要這樣看那你也會覺得幾乎 背後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知道與不知之間 是吧?他們知與究竟不知之間 其他法官也知道與不得之間 是吧? 好了 因为你怎么应对他呢 我要看看其他人 蛇虫鼠蚁当然包括一众亲中建制的蛇虫鼠蚁 梁美芬 汤渣 是的这两个 我特别上网找一找 现在承接张国军说话 继续说话 还没完 我特别上网找一找美芬说过什么 美芬最近在Google牌位是说支持政府要调查清楚港大的风波 校长吵架的风波 我没有看到详情 当然要看很快而已 不过我不喜欢评论这件事没有兴趣 我都没有兴趣 这些官僚机构里面那些黑社会一样 好了 契弟吵架就吵架 全部没有个好人 校党会主席也是个混蛋 这个校长也是个混蛋 你们两个一起混蛋死了 不关我事 你吵架 说你拿刀劈啊 胡商 我都不开心 我都不有空想 很多人喜欢的 诸事啊 另一回事 连梁美芬都这么多事 出声 关你屁事啊 你臭婆婆 你是中大嘛 港大的关你管 你当然了 是吧 不知道是不是当年申请不了港大才去中大读呢 是这样的了 现在又多事干隔人了 是吧 你和你有关的法治 包括神妙讯说完东西 你不出来吵架他 好像没有的 是吧 我看他一个星期前 一个星期前是三个 两个加一个 就是说呢 过来才不信 他就说 去其他地方找请法官 是吧 可以找到其他地方的法官 是吧 伊斯兰那些地方 他就说了一个星期前 这个星期呢 跟着神妙讯说话 他就不要出来撲出来 是吧 湯家华呢 最近最新的说法呢 他都说了 不需要海外 湯家华说得很出位的 有够的啦 取消海外法官这件事 当年李柱永提的而已 不为好意 是吧 搞这帮外国的假法佬影响我们 当年都不知道是对不对 结果二三十年来 拿出来炫耀 香港在司法徒励就是海外法官这件事 湯家华说不 赶他走呢 在大陆请来吧 诸如此类 那差不多了 讲人次讲就不会叫大陆法官来的 你不欠缺的升了上 升了郭卫健上去做终审首席就可以了 是吧 不难的 是吧 讲完的了 但是好了 到陈妙讯出闻了 现在呢 就是 对不对 因为 阿昭有说一说 不按名 那么今天呢 就是看到 企我又讲一说 北極企我又讲一说 又不按名 但是说他不对 不应该评论 那么发狂他罵呢 就是 둘板了 除了法狂去罵又卑鄙 其實我喜歡這堆東西之外 其他人就不出聲 其他建制呢 一議員呢 一議員在說什麼呢 一議員在說無人機送餐 怎麼弄好那些椰檳婚 答問大會沒有人提過 即是法官走了怎麼辦 很大件事的 我們現在還怎麼回答好的法官又沒有 因為沒有 沒有就無謂問 政府問阿超 沒人肯來 難道告訴你沒人肯來嗎 所以不出聲 說一些無謂的事情 我又在網上找一找以前胡法級別的人不出聲 譚耀宗那些沒有出聲 阿范徐沒有出聲 沒評論過 從來都沒有評論 梁振英都沒有評論過 是不是 這些人呢 怎麼算也好 不會亂說話 他都沒看清楚 有我的而言 我的而言是什麼呢 背後還有下文 真的有大制裁的可能性 那他們當然要看清楚 而且北京不知道怎樣 所以他們那些不出聲 也不想火仰加油 梁美芬這些就回來救了 請斯里蘭卡那些 不是斯里蘭卡就好了 請這些伊斯蘭人的法官來 伊朗請人來 湯家驊 請少海外法官這件事 這些都不知道是他幫拖還是整股 我覺得是整股多 但是anyway他們都說 但是到尋葉信都好像沒有說過 還有哪些人沒有說話 很重要的 梁愛思護法來的 沒有說話 不評論 趁阿哀 很重要的這些 也都真的懂法律 是不是 Robert仔 是不是 不說話 連這一輪都沒有說話 是不是 我上網逐個搜尋一下他們 都沒有就著那些法官走人 這些這麼重要的司法改變 而這些都是法律界有影響力 建制 也都不要說立法會裡面其他的那些 謝偉俊有說過的 希望一個禮拜前 認為這樣是有負面影響的 那樣是輕輕說過 至於其他的那些 西門梓敬 李梓敬 有法律學位的那些 玉寬那些 那些全部 廖長成 有負面的都應該要出一句話 是不是 有degree的 你懂什麼叫做 還是法律界 你懂什麼叫做法律制度 是不是 這是重要的法律制度 不只是幾個法官出聲 不負面了 吵架你 還吵架你 那你是不是要說一下呢 客觀來評論一下怎樣 廢時出聲 為什麼呢 我看到這些現象 絕非平常 是不是 他們都知道 山與玉來 是不是 春光 水冷 什麼事呢 我都是在這個角度看出來 是不是 真是海嘯地震 那些蛇從鼠鵝就一片惶恐 但是他不肯定是地震還是海嘯還是火山爆發 他們都不肯定 但是他知道有時 全部都知道有時不出聲 即是不爭著他表忠 你看到被迫著就只有兩板了 煲窿打電話 每個人都要出聲 我想遲些會給梁美芬 出來吵架這個法官 湯渣那些 除你呢 你好像未被制裁 不是制裁名單 是不是 反而張國軍這個避胎 都出聲了 要撐臨定國 他們兩個說法差不多了 他們都叫做無謂主動挑釁 但是他們都是被制裁的熱門人選之一 可以不出聲就不出聲 不要再挑釁了 其他人更加避就避了 鮑龍 看一看你了 鮑龍就制裁了 沒所謂 鮑龍就看一看你了 你看看你的建制並不團結的 並不團結的 好了 今晚我和Jason的節目會進一步分析一下這些 聽一下年輕人在外國的客觀點 他的分析又如何 這個話題還沒完 是很值得大家留意一下的 好